我覺得它裡面的環境上其實就是 很明亮然後寬敞 它的配色也蠻舒服的 那種木頭色系 用餐環境真的還蠻不錯的 重點是我覺得便利性很高 這邊現在的展覽是日治台灣的文藝風景 然後又有講一些中央書局的歷史 然後它樓上好像有賣一些餐飲 但是我覺得它就會再讓人家感覺就是 很沉穩 真的是書卷氣息很重 我覺得它裡面的環境上其實就是 很明亮然後寬敞 它的配色也蠻舒服的 那種木頭色系 其實就有點像美食街的概念 那不然我們先找一間來吃 然後等一下再去看伴手禮 奶味蠻重的 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如果能夠再便宜一點CP值就會比較高 因為剛好我忘記跟大家說 這裡就是在火車站的樓下 比如說我出去啊回家 跟火車其實可以先吃個晚餐再回家 啊來了 欸超香 我的蠻辣的 可是很香欸 這很香 麻煩 花椒味蠻濃的 我看一下這個 這有點酒耶 可是我覺得都很好吃耶 因為這三個都是好吃的 好 那我們就把它吃完啦 我覺得整體來說還不錯 因為還蠻好吃的 然後也很乾淨 用餐環境真的還蠻不錯的 重點是我覺得便利性很高啦 因為以前火車站這裡是沒有東西吃嘛 現在就多了一些選擇可以提供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走到外面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它有賣什麼伴手 這也有標誌 其實說有這些 像國王你好它的驅氣餅就蠻有名的 而且很可愛 它這有告訴你它是往前走還是往右邊走 對對對 這鐵路大街簡單的介紹給大家 如果有來這附近就可以來這邊吃個東西 很方便 那我們就接著去下個地方 嗨 接下來我們來到的是公園眼科 這重點是歷史悠久你知道嗎 它也是日治時期1927年的時候 是日本的一個公園醫生 他來這裡所開設的 所以它本來真的就是眼科診所 真的很酷 後來經過921地震還有一些天災啊 就被列為危險的建築 甚至差點被拆除 不過就在台中的日出集團接手之後 有經過診建 它就變成現在台中知名的景點之一 然後我們後面這個紅磚牆 就是它的最大的特色 所以就被保存了下來 那來到公園眼科一定要去吃冰淇淋 所以我們先去買冰淇淋 走 我們買好啦 可是因為公園眼科裡面是沒有座位的 所以我們就拿著到它對面的綠川吃 因為真的是過個馬路就到了 然後我們選的是兩球冰淇淋 跟那個餅杯 餅乾它都會附兩個糕點 然後這兩個冰淇淋是我們剛剛現場 其實是有試吃的 我覺得可以試吃真的很棒 它的冰淇淋也算是挖得不小球 那我們就是一直等一下再帶大家 帶綠川走一走 其實以前啊 這裡對我們來講有點像是一個 湊水溝的概念 可是近幾年來 它真的是被整頓規劃的很好 就現在看都還蠻乾淨的 我也都沒看到垃圾 然後也沒有髒髒臭臭一點 然後距離5到10分鐘車程 旁邊還有一個柳川 也算是整建的蠻好的 所以有機會都可以來這邊走一走 那我們就去下個景點走 嗨 接下來我們來到也是有百年歷史的中央書局 它這個歷史也是很悠久 它是在1927年開幕的 一直到1998年 他們就結束營業 然後今天的中間隔22年 一直到2020年的10月才又重新開幕 中央書局也是日時期推廣台灣文化的重要推手之一 而且它也是台中重要的文化資產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這樓就是書籍跟展覽空間 這邊現在的展覽是日製台灣的文藝風景 然後又有講那些中央書局的歷史 然後它樓上好像有賣一些餐飲 我們等一下再上去看看 但我覺得它做一段讓人感覺就是很沉穩 真的是書卷氣息很重的感覺 對 因為他們都是用木頭 它旁邊的燈也都是微微的光燈 就是在它的氛圍中 它還是有帶一些現代的那種感覺 像它那個書架 它都是用金屬圓去做的 然後我們先來點餐 我們的餐點上來啦 它的甜點其實我剛剛看都還蠻有特色的 然後我們是點鐵觀音珍珠生乳酪 然後還有這個 摩扒咖啡跟龍眼蜜花茶 然後還有附一個龍眼蜜在旁邊 我覺得這個茶很好喝 它本身就有一點微微的甜味 它主要就都是陰片居多 我覺得如果下午一個人來這裡看 其實我還蠻放鬆的 然後要吃這個甜點 而且它這個奶蓋很可以耶 我很喜歡它這個帶有一點鹹鹹奶蓋的味道 搭起來很好吃 而且茶香味很重 對 然後剛剛喝一口按摩托卡 巧克力味沒有到很重 我們目前坐在的地方是二樓 然後旁邊是親子閱讀空間 可能就會稍微再吵雜一點點 但如果你想要很安靜它還有三樓 我覺得就會比較適合那種 真的想要安靜念書 或是你要帶電腦在這裡自己辦公 那我們就吃一吃前往下一個景點 嗨!最後一站我們來到2019年重新開放的 台中產業故事怪 然後它的前身就是帝國製唐廠 對 它也是其實就存在的一個老建築 然後今天還有一個泳泉公園 它也是可以帶小朋友啊 會親子踏踏踏踏的地方 這個是一個愛心 哇! 它裡有一個環形步道 你就可以走在裡面 然後欣賞這一片湖面風光 那我這邊裡面會不定期有一些展覽 然後都是免費展覽 駕商有免費幸福免費 今天它也會有一些手作的人創筆 這好像是股東 這才是股東 哇!這很酷耶 它全部動小色比較好 這是以前的眼科招牌 對啊 然後還有那個警察的帽子 好酷喔 這一個是我們的咖啡廳 還有賣一些手作的甜點咖啡飲品這樣 嗯! 然後它前面的話是它的內用區 然後跟它入口旁邊這裡 它在這裡有更詳細介紹這個糖廠的歷史的年代表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它以前在幹嘛的小叉圖 就讓你更了解這個糖廠的歷史 有一點小文心的風格 這個行程 那它裡面其實也安安靜靜的 然後你可以像喝咖啡 你就可以靜靜的喝咖啡啊 這裡的建築真的還蠻日式 拍起照來其實也很好看 pleas data 到晚安靜霭 到了40點 到晚安靜霭 來熱找一半 затем再認識全家 然後再認識全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